各位師兄 師姐 晚餐好 我首先呢是先要感謝魏老師 感謝小玲和馬琪 特別還要感恩 就是帶我進入長生學的開樂人 因為沒有她我是不認識的 不知道是長生學 她呢就是去年 她因為她的建築我們都不說了 她是很神奇的那個勢力 所以我就 可以講可以講 然後呢我就 她自己講 她分享 對 我就邀了兩個師姐 然後一起參加我們這個學習 我們當時就問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很期待的這樣子 然後好不容易 那個五月份的時候呢她開了一個班 但是呢很遺憾 那個時候我去了加拿大 所以就沒有參加 然後那個七月份的時候 中醫等到我這個班 然後就學了這個長生學 學了以後呢 首先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情況 我十年前患了肚腺癌 然後呢 大概是幾年啊 三年四年前 又患了公頸癌 然後這個狀態是非常不好 那個東歐寺區 直到2014年的時候 去歐洲旅遊的時候 我是推著住行車去的 根本不是現在這個狀態 現在這個狀態 我跳舞 連續跳一個小時是沒問題的 我當時是走十步 都要坐下來排氣的 就那個體質非常的差 當時的醫生診斷說是那個 Immune system over activity 就是過夜活躍吧 是一種lupus的一種懷疑啦 當然我的狀態是非常差 然後學了這個長生學以後呢 就是首先第一點 感覺就是我的氣息會好很多 就是整個狀態會好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因為我本身是知道這些 就知道這個長生學的依靈是在哪裡 它的這個就是為什麼能夠 產生這個作用 所以呢 當那個Helen師姐告訴我 以後我毫不容易地學 就毫不容易地我會加入 這個是自然的一種調理方式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的身體 本身就是個導體 因為你看你摸了電 你會出電對不對 你不是導體 你不可能觸電 好了 你既然是承認這個自然現象的話呢 你那個導引的宇宙能量 這個理論是成立的 非常成立的 所以呢 我就很積極地去練習 以前很懶懶的 他們都知道 我睡懶覺睡得差不多中午的 早餐都不吃 我現在每天早上五點多 就向他報到五點多 我就早上好 我五點多起來就做靜坐了 而且呢 這個靜坐練習的時候呢 我就感覺到 我的氣場是非常強的 你們看我戴這個 我等一下要分享這個問題 然後那個 我的感覺是非常的靈敏的 這個可能跟那個 做靜坐的次數吧 還有靜坐的這個這個 投入是很大的關係的 我現在做幾個分享吧 其實我的分享 我已經算了一下 我寫報告就寫的時候 可能就寫了三個對吧 其實不止的 我好多 好多 但是現在就舉幾個例子吧 第一 就是我的腸胃本身就不好 我很明顯 其實呢 在打通穴道以後 我就反應了 開始放屁股 就是打通穴道的那一天 開穴道的那一天 我就開始 嗯嗯 好像就是總共有排氣的感覺 然後呢 就是靜坐的時候 甚至是幫別人調整的時候呢 我都會有這種 當然不會說是很想了 但是自己就知道是在那個排氣 這是一種好轉反應嘛 應該是 我很高興 心中窃喜啊 就是有反應了 最起碼有反應 很多人說我都沒反應的 其實我很有反應 我一放手放在人家那裡 放在人家頭 馬上我自己的手就發燙了 就開始燙了 我自己做的時候呢 也是 我有時候肚臟 一放在這兒 一分兩分鐘 我好像不到放下去 就馬上立馬就很舒服了 這個 這個是一個腸胃的現象 還有一個就是 我有一個月前吧 我的頸椎以前 車禍過 就是有一種傷 停月前呢 就是去淘寸站的時候 之前 那天要去淘寸站 但之前呢 我就低頭去看到我這個狗 就是我有個狗嘛 我去抱他的手 一低頭整個就摘著地上去了 我暈了 我當時趴在地上我不敢動 因為我不知道是心臟問題呢 還是低血壓呀 還是高血壓呀 還是什麼 我不敢動 然後過了一會兒 我就起來 我就想起我的頸椎問題 趕緊就把我原來這個醫院給的 那個頸椎的支架給架上了 我當時是 頭暈現象是緩和了 我才爬起來 爬起來以後 趕緊撐著那個脖子 就有種想吐的感覺 在那兒掙扎 我去不去調整站呢 想一想 去吧還是去吧 就這麼架著脖子 就開車 就去了調整站 然後呢 師兄兩個就幫我做 就做這個調整 哎 坐了一個多小時吧 好了 不疼了 不暈了 後來中午 我跟師兄師姐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這個架怎麼都拆了 就沒事了 就活化了 我這個 可能這個 這個周邊的這個循環吧 應該說是 所以這個很神奇啊 就是馬上立完 這一個多小時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很感恩的事情 我到現在都很感恩 因為這脖子的事情 不是小事情 你可以半生不隨的 如果是很嚴重壓迫事情的話 這是第一個 不是 這是一個 一個 她有一個我一個朋友 她認識的 最近幾個月就是 醫生說她得了帕金森 帕金森 她懂得很厲害 懂得很厲害 懂得很厲害 甚至我們去旅遊的時候呢 她拿那個筆寫那個 入境的那個 就是海關聲報的那個單 她都要我幫她寫 她自己都填不了 就是抖成這樣的 但是來那個 我們調整站 調整了 好像沒有超過十次 十次都沒有 現在很明顯 那天是哪個師兄看到的 我們去那個 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那個什麼 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那個時候 我就連續幾次叫在壁上 已經抬起手來 都沒怎麼抖了 就根本不會抖了已經 我說 這不是好嗎 當然不如說到完全好 但是調整非常有效 十次的舞蹈 應該是十次沒有到 六七次吧 大概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還有一個她的腿 這個位置 她曾經是摔斷的 她現在用的是金屬的 這個骨頭 然後她經常自己說 但是她們也很神奇的 她每次來她都說 她都說有效 她也知道有效 她很疼 這裡頭是她講的腰疼 但每次來她就說不疼 坐啊不疼 就這個也是很有效的 然後再一個例子呢 就是我現在要講這個 這個是我的手鐲 一個羽鐲 原來戴著這個手上的 這個羽鐲 幫他拿 幫他拿麥康 終極班 結束了以後 謝謝 謝謝 終極班結束了以後呢 因為上長同學的時候呢 我就很少跟我的狗出去玩 以前呢 一天兩次 然後我們學長同學的時候 上中極班 初期班的時候呢 我們一天就一次 我的狗很大 站起來比我還高 很大的狗 然後我就跟張悅師姐 帶她出去六個出去玩 她就很興奮了 很興奮一出去呢 她帶著我跑 因為她好大 一米五 然後帶著我跑 我就很緊張 又拽著我跑 我會摔跤的嗎 我就很緊張 拽著她 然後我這個手上 帶著這個手鐲呢 我當時不知道 後來狗狗 便便的時候 不是要一頭撿嗎 一撿的時候 這個羽鐲就斷了 掉下來了 我又沒碰 又沒有砸 又沒有摔 她自己裂開了 就是那個羽鐲 自己裂開了 而且她裂的呢 我當時我想 這什麼回事啊 這是石頭耶 後來呢 我就撿起來 撿起來 一看她這個裂 這個裂是怎麼個裂法呢 你看哈 它是這樣子裂 就這樣很整 就不是說百分之百的整齊了 但是呢 它是很規則的 很規則的 十字 這樣子鍛鍊 就是很明顯是一種力量 是從裡面爆發的 也就是我的手 因為我的 我是覺得哈 一個是開了穴道 再一個是練功很積極 那幾天真的很積極 一天不止一次的静坐 然後再一個呢 就是這個 我的全身的力都集中 在我的手上 因為抓了那個狗 它就斷了 你看就是這麼神奇 這個氣場就是這麼神奇 一般你碰破的話 肯定是碰某一個位置 接觸到某一個位置 你看它是很均勻的四邊 你拍一下 很均勻的四邊 而且當時是那個張雲師姐是在場的 證明 我當時在的 然後當時 張雲師姐就說 這幫你打的 災呀 俗話是這麼說 我當時就想 不遛狗 往回走 我就錢的狗 就回來了 把你出山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玉琢 我就在那考慮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我當時沒想到長生學 我就想 怎麼回事啊 什麼什麼東西 那個不好的東西 後來突然想起來 肯定是長生學 因為我的那個 爆發力是在我的右手 因為我同時 我左手也帶了一手 我右手也帶了一手 為什麼我左手都不摔 我右手都爛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就覺得是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的這個事情 所以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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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 還有哪個例子 我都忘了 當時是好幾個例子 所以小林師姐說寫 要分享要例子 有一些師兄師姐說沒有例子 我說哇 我可以借給你 我好多 好幾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8月份的時候 去卡巴里 卡巴里旅遊的時候 在停車場 就是有一個人 他暈倒了 暈倒了 不知道這什麼原因 暈倒了 他的妻子用衣服 墊著他的頭 就讓他躺在那兒 當我停完車 就看到他躺在那兒 我就想去長生的血了 我先問他們 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 他突然暈倒了 我又是醫生 我肯定不會問他 什麼原因了 然後 那個 一個人就說 啊 不用你管了 我們已經call ambulance了 幫我想試 你給我 那我 我得 試試這個長生的血 我就不管他那樣的羊肉 然後我就坐 就蹲著那裡 然後那個 兩個手 就是 他是這樣 我就在那背後 不是在那面部 然後一個時候 我在吸這個 吸四 是得空 我去挨著他 對吧 我可以遇見 我就是得空 一直蹲著那 那個人是很痛苦的樣子 他就動了不動 我在那裡 然後過了 他也不知道 過了那麼久 他要 五十年不長吧 他就還蠻壞的 他可能感覺到我在後面吧 我沒碰到 他感覺到我在後面 他就回過頭來看我 他跟我一下 然後我就告訴他 我跟你增加能量 我說 那個 然後他就說細細 他說我好一點了 這樣我自己就 我心中明白 那會好 對不對 然後過了一會兒 Evolence就來了 來了以後呢 就是 因為我太相信這個長生血了 然後我就退開 等他們進來吧 然後我也站在那裡 就把兩個手放在那裡 一直等到 就是我離開 當時那一天呢 雖然說沒有說什麼 太明顯的時候 就是有什麼反應 但是呢 給我一種心理的一種感覺 感覺吧 那一天我覺得特別的快樂 就那個快樂是覺得好像是 我確信我的Energy 是通過我 是傳遞給了他 很開心很開心 很滿足那種感覺 就好像我幫到了別人 我很滿足那一天 這個是一個我的經歷 一個體驗 其實我覺得 除了自己可以調整 調整身體外 能夠幫到別人 是一個非常快樂 非常幸福的一個事情 我會堅持變成長生血 我會堅持著這樣做 因為我看從我自己的身上 和從別人的身上 看到了效果 我自己都感覺到我的體力 他們都會